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 你急什么呀 你看看你 差点毁容 我怕你以为家里没人 就在走啊 过来点 有点疼啊 我也想说 你只会有什么坏 好 不是 你只会有什么坏 你只会被这药 不 不疼了 那天晚上你说的话 我回去想了很久 你说得对 过去的就该让它过去 我们已经因为彼此的错误 浪费了五年 不应该再浪费更多的时间 五年前你是处心纪律也好 阴差阳错也罢 至少你在几次 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 都陪我坚持下来 对不起 还是要谢谢你 我接受你的道歉 也愿意放下过去 从今天开始 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效 各走各的路 可以吗 我可能做不到 我也很想跟你各走各的路 但我们毕竟是伴侣 我们在工作上要经常联系的 好像没有办法各走各的路吧 这倒是个问题 你该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撤资吧 行吧 那我想想办法 梅斯特要不换个负责人 看在钱的份上 他在那儿也能勉强接受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看上去顺眼多了 对了 测试数据我已经发给哈尔迪了 下次例会我会准时出现 走了 怕的 怕的 心脏肥大 不排除 峰值心心脏病的可能性 安排一个CD检查 然后转到我们心理科来 好 我马上安排 峰值 我不能留疤 真的不行医生 快点吧 一堆事等着我呢 后面全都是病人 不行 不行医生 磨磨叽叽哪那么娇气啊 真的不行 怎么了 周医生 我看看 没事的啊 小姑娘 你这个伤口不深 最多缝个两针 现在我们用的呢 都是蛋白线 不用过来拆线 更不担心留疤了 真的吗 她是我们心外科最好的医生 今天她值班 她说不会留疤 那就肯定不会留 放心吧啊 可是我还是很怕疼 没事 疼的话 就用一下这个 谢谢医生 我来帮你做吧 谢谢你削一下毒啊 好 放心吧 不疼的啊 疼吗 疼 疼啊 老板 你的快递到了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这种东西了 上次答应了敏泉泉要送给她 说话要算话 那小子还挺招人喜欢的 可惜那么小就 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 都想起我小时候 她是个勇敢的孩子 跟我一样 看你说起她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儿子呢 送我去幼儿园 好 安抚病人的情绪 也是我们的本质工作之一 你觉得你刚刚态度有没有问题了 她也太娇气了 每天急诊是那么多病人 每个都跟她一样的话 那我们什么也别做了 你看她的衣服 她是一个芭蕾舞演员伤到了腿 就像我们外科医生伤到手一样 情绪失控在所难免的 所有病人进了医院 情绪都会被放大 所以才更需要我们 对不起 周医生 我明白了 下次一定注意 你们进诊科工作量大 急躁在所难免 但你要知道 病人进了医院之后 能依靠的就只有我们了 好 行了 去忙吧 好的 周医生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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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好 我 我是来跟你说声谢谢的 你缝针的手艺 不是 技术特别好 真的很好 不用谢 那个 注意伤口别沾水 原问题随时来复查 好 医生 我 我能加你的微信吗 我要是有什么问题 我好找你 叫我微信没用 我不是急诊科的 不是 你加个微信怎么了 心外科 那不就好大了 周 如 机 全全 你真的认识那个叔叔吗 真的 刘老师 我见过他很多次了 他肯定不是个贩子 他和我妈咪都认识的 好 那你说完话赶快回来 嗯 去吧 漂亮爸爸 我刚才真想找你呢 你给我做了这个 小皮我们看到了 都很喜欢跟我一起玩 我没有骗你吧 嗯 看看我给你戴了什么 钢铁鞋 我来帮你戴上 嗯 嗯 我现在是真正的钢铁鞋了 我要去给欢欢看 去吧 慢点啊 大家过来看啊